怎么了 你在干吗 我刚做完面膜 明天还要早起呢 好困啊 我觉得我随时都可能睡着 门锁好啊 门口放一把凳子 关门 防贼还是防你 防我 好了 先不说了 我先挂了 拜拜 我的私生活啊 都被你们的狗粮填满了 我还是吃我的猪肉糊 你有完没完 想起来啊 今天在酒店大堂 惊动胖爷少女心的一幕 心情久久不能平息 只好拿你杂杂气 我拿童谣当队友 你却想犯罪 诚哥 童谣很好啊 你看看杨神 看看阿光 看看李恒硕 各个都是向咱们家中的 打比赛要不是为了赢 他们估计都不会来干可 你要是有什么渣男情节 OPL十二支队伍的大业 一半就住在咱们下落 你害了自己不要紧 别忘了下落还有个萌萌的我 一尸两命啊 你到底想说什么 诚哥 你的竞争对手还是蛮多的 不要觉得自己是男神就老端着 没端着 刚开始在意邪的时候 我就想告诉全世界 朕后位有人 可他不让 为啥不让 开始我也觉得不说好 怕影响他比赛 可后来我发现 他的实力已经得到了认可 现在谁要再跳出来说 他这个不行那个不行的 那就是打自己的脸 小祖三目前全获胜记录 说明童谣已经完美地 升任了我们中单的职位 并且跟上了我们的节奏 结果正在我琢磨 怎么把这件事情 说出来的时候 隔壁站队 艾家和青杨又出了事情 还闹得很大 闹得我粉丝 也跟着去竞圈养殖场 凑热闹 还被他看见了 他现在老觉得 我要是宣布跟他在一起 就没粉丝了 小姑娘嘛 就爱瞎想 心洗面的好用吗 好用 洗面奶你也嫉妒 你个度数 人家还不是替你送的我 诚哥 你到底喜欢童谣什么啊 说实话 童谣呢 长得也就一般 跟你那些能拉出去 自称一个脸的 美女小姐姐粉丝们来说 你 因为她很强 敷衍 哭起来也很可爱 变态 还有吗 还有吗 我一定会努力的 所以我能叫你诚哥吗 再思念谁 就是这个味儿 你 你 你 把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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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男人评价你的语音 你听听 很骚的 还不赶紧谢谢我 请不知缩起 一望而生 请不知缩起 一望而生 真的起床了 你快给我还身下你的房间 让我看看有没有其他人 没有了 没有了 就我一个人 那你这小脸怎么红瀑瀑水嫩嫩的 像是有了什么操作业 什么呀 那是我昨天晚上敷的面膜好吗 恋爱急瞩目 继续保持啊 你今天不是要跟爱家出去吗 你怎么还没打扮 不去了 为什么 其实呢 这几天我也仔细地思考了下这个问题 我觉得他们说的其实也对 哪一句 你又想嘲讽攻击谁 没有 我说认真的呢 我确实没有像你一样 做到和选手男友共同进退 在粉丝眼里啊 我对于爱家就是一个没有什么辅助功能的任务 还辅助呢 你玩游戏吗 父内门足处啊 塔游戏我就算了 但我还可以干点别的呀 比如 比如 把他战队给他买下来 给他展友公司啊什么的 到时候他那些粉丝啊 看到他就会想 哇 这么帅的男人 连每一根头发色的洗发水 都是那个讨厌的女人 给他发的公司买的 但是又不能让他不要工资 怎么办呢 没办法呀 哎呀 好气呀 有钱人的快乐我不配拥有 我就是喜欢他们这种 既讨厌我又打不死我的样子 你不会是认真的吧 说不定呢 哎 对了 你今天不是要录微博吗 赶紧去给我盛装打扮一下 别够丢人啊 好好好 拜拜 拜拜 我们刚参加完粉丝见面会 下门的粉丝真的是太热情了 嘿 现在在小吃街 准备去吃饭了 他们都去哪儿了 我也不知道 给你们找一找 你们最喜欢的诚哥啊 诚哥呢 诚哥呢 我们的诚哥在 好香啊 是什么香味 是猪肉腹 小胖拍到了 怎么办啊 又不是一直播 别担心 一会儿我让他删了 删了 删什么删 我自己留着欣赏不行吗 说吧 准备怎么捆口 你又想整什么窑草 我觉得这个事吧 没有猪肉腹 是过不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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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欢迎光临良品铺子 上百款高端零食任你选购 会不会想到 会不会想到 我们下期见 那我会把手消去 然后再过不去了